Om Shanti 如果在前进的时候 你们掉在Maya的圈套里 你们就会取消掉 你们的幸运夫妻之线 Question 提问 你们黄道于家的孩子们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作为黄道于家者孩子们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Answer 回答 学习并且教其他人 是你们的主要的任务 你们是在神的指引之下 你们不需要进入丛林 在和你的家庭生活在家里的时候 坐在寂静当中 并且寄着父亲 你们的整个学习的词里面 阿尔法和贝塔 Om Shanti 父亲也可以通过Brahma说 孩子们早上好 但是孩子们 你们也确实必须要回应 在这儿 有父亲和孩子们的连接 直到那些新人们已经变得强大 他们将会不断地问 一件或者另一件事情 这是一种学习 人们已经写到 神讲话 神是非实体的 这位爸爸也使得这一点 非常坚定 为的是 让你们去给其他人解释 因为外面 有Maya的力量 在这儿 并不是那样 父亲明白 那些一个周期之前 赢得过他们的继承财产的孩子 将会自动到来 并不是说 你们认为某某不应该离开 或者你们应该抓住某个人 如果他走了 他就走了 在这儿 这是一个活着死去的事情 父亲收养了你们 收养一定发生 为的是给予一份继承财产 因为继承财产的诱惑 孩子们也向他们的父母那儿去 一个富人的孩子 会被某个穷人收养吗 他怎么可能 离开所有那些财富 财产等等去呢 师父有了人 会收养某个人 现在你们知道 爸爸给我们天堂的主权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属于他呢 一切里面都有诱惑 无论某个人 学习多少 就会有那么多的诱惑 你们知道 父亲已经收养了你们 去给你们一份 无限的继承财产 父亲说 我再次收养了你们所有的孩子们 就像我五千年之前做过的一样 你们也说 爸爸 我是您的 五千年之前也一样 我变成了您的 以一种实际的方式 有这么多 你们这些 Brahma Kumar和Kumaris Prajapita 人类之父也很著名 除非你从一个贱民变成了Brahman 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位神人的 这周期 持续不断的 在你们孩子们的心智中旋转 我们曾经是贱民 现在已经成了Brahman 我们将再次变成神人 我们将会在今时代统治 所以这旧世界一定即将被摧毁 如果他们没有完全的信心 他们就离开了 有很多的孩子 跌倒堕落了 这也是在戏剧当中固定了 这也是在戏剧当中固定了 这也是在戏剧当中固定了的 Maya这敌人 正站在你们面前 他把你们拽向他 父亲反复 使这一点在你们心里很坚定 不要掉到Maya的圈套里 否则 你将取消你的幸运夫妻 只有父亲才能够问你们 我们以前见过吗 没有一个其他的人 甚至有这样的智慧去问 父亲说 我必须来 为的是再次讲反歌 我也必须来 把你们从Ravan的监牢里 解放出来 无限的父亲 解释无限的事情 现在这是Ravan的王国 它是一个不纯洁的王国 半个周期之前开始 Ravan被描绘成有十个脑袋 Vishnu被描绘成有四只手臂 没有人是那样的 这四只手臂 就是描绘家庭道路的 这是目的和目标 通过Vishnu字样 Vishnu的地方 也被称作是Krishna的地方 Krishna只能被呈现有两只手臂 人类就是什么都不理解 父亲解释每一件事情 所有那些都是膜拜的道路 现在你们有了这个知识 你们的目的和目标 就是要从一个普通的人 变成Narayan 这Gita Pashala 一定是为了获得生命中解放的 Brahman是一定需要的 这是Rudra的知识的激活 Shiva也被称作是Rudra 现在父亲问 这知识的激活 是Krishna的还是Shiva的呢 Shiva被称作是至尊灵魂 Shanka被称作是一位神人 他们已经把Shiva和Shanka结合在一起了 父亲现在说 我已经进入了这一个人 你们孩子们说 Bob Dada 他们说Shiv Shanka 知识的海洋只有一位 你们现在知道 Brahman通过知识 变成了Vishnu 这幅画 也是准确的被创造出来的 Vishnu从Brahman的肚脐中出现 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个的含义 Brahman被描绘成手里拿着经典 现在谁坐着并且讲述经典的精髓 是父亲还是Brahman呢 这一位也变成像父亲一样的知识的海洋 无数的画片已经被做出来 但是他们不准确 他们全都属于膜拜的道路 没有任何有八或十只手臂的人存在 那只是象征着家庭道路 Ravan的含义也已经被呈现了 半个周期是Ravan的王国是黑夜 半个周期是Rama的王国是白天 父亲解释每一件事情 你们全都是那一位父亲的孩子们 父亲通过Brahman建立了Vishnu的地方 而且他教你们黄道瑜伽 一定他会只在会合时代教黄道瑜伽 说凡哥是在同时代被讲述是错的 父亲讲述真理 很多人有Brahman或者Krishna的意象 他们看到Brahman穿着白衣服 Shibaba是一点 如果他们有了一个一点的意象 他们不会能够理解任何事情 你们说我是一个灵魂 现在那谁看到过那个灵魂呢 没有一个人 那也是一点 你们能够理解是吗 无论谁带着虔诚的感情膜拜 他们只会有那一个人的一个意象 如果他们要是看到任何其他的形象 他们就会变得困惑 如果某个人 膜拜Hanuman 猴子神 他只会看到他 而一个Ganesh的膜拜者 相口神的膜拜者 只会看到Ganesh 父亲说 我是你们如此富有 曾经有钻石和宝石的宫殿 你们有过无数的财富 你们把他全都丢到哪去了呢 现在 既然你们已经变得腐败 你们就在乞讨就失守 父亲可以告诉你们所有这些 你们孩子们明白 现在父亲已经来了 我们正再次成为世界的主人 这永恒的戏剧是预定的 每一个灵魂都在这戏剧当中 在演他的角色 如果某个人丢弃了一个身体 换上另一个 那 有什么必要 去救那个而哭泣呢 在金时代你们永远不哭 现在 你们正在征服牵挂眷恋 Lakshmi和Narayan等等 是那些战胜牵挂眷恋的统治者 牵挂眷恋恋在哪儿不存在 父亲不断地解释各种各样的方面 父亲是非实体的 人类的 人类只是说它是超越名字和形象的 可是没有任何东西是超越名字和形象的 他们呼唤 O神 O神父亲 是吧 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和形象 一个Lingam 就是代表Shiva的这个卵形的形象 就被称作是Shiva 至尊灵魂 也是Shivaba 他一定是爸爸是吗 爸爸一定也会有孩子 只有非实体的灵魂们 会称非实体的 做爸爸 当他们去他的庙宇的时候 他们称他做Shivaba 然后当他们回家的时候 他们也称他们的父亲 做爸爸 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称他做Shivaba 父亲 用两个词 教着最高的学习 Alpha和Beta 通过替着Alpha和Beta 这主权就变成了你们的 这是一场很大的考试 当人们通过一场很高的考试的时候 他们不记得他们以前的学习 他们不断的学习 在最后精髓 暴露在他们的心智里 这儿的这个也一样 你们不断的学习 最终父亲说 Mumma above 然后身体的意识破碎 如果你们已经养成了Mumma above 的习惯 那么在最后 你们将会记得父亲 和继承财产 这是主要的事情 这如此的容易 现在甚至在其他的学习当中 谁知道他们学习什么类型的东西 国王什么样 相应 他发布的风俗和体系 就是相应的 以前 称量系统是用蹲和棒来做的 但是现在使用千克等等 那么多分开不同的省份 已经被形成 在德里花一块钱的东西 在梦买会花你们两块钱 因为省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理解 他们将不会允许 他们的省份挨饿 有那么多的争执等等 有那么多的困惑 Varat曾经如此有偿富力 然后 转过84世的周期的时候 他们变得没有偿富力了 你们这么说 好像一颗无价钻石的一生 就为了毫无价值的贝壳而丧失了 好像无价钻石一般的一生 就丧失在 无价的贝壳的汇报当中了 就是为了那些无价的贝壳 就失去了 为了那些没有价值的贝壳 就失去了好像钻石一般 那些无价值的贝壳 父亲说 为什么 你为了贝壳 而杀死你自己呢 至少现在变得纯洁 并且从父亲那里 赢得你们的继承财产 他们也呼唤 哦 纯化者来吧 来 而且纯化我们吧 所以这就证明了 你们曾经纯洁 而现在你们不是了 这现在一定是铁石的 父亲说 如果我创造了纯洁的世界 那不纯洁的世界 一定必须被摧毁 这就是为什么 有这场Mahabarat战争 它是从这Rudra的 知识的激活当中点燃的 这毁灭 也是在戒剧当中固定了的 首先 爸爸有了一个意象 因为他即将获得 如此伟大的王国 他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快乐 然后他也被给予了 毁灭的一个意象 Mahabarat 这些词是来自反歌的 有一些反歌的表达方式 是恰当的 父亲也说 我给你们讲述这个知识 然后他就消失了 没有一个人甚至知道 当那是Lakshmi Narayan的 王国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在那个时间的人口 会那么少 现在如此之多 所以这种改变必须发生 会面也是需要的 这Mahabarat战争 发生了 神也会在那 他们庆祝西班的生日 那是爸爸来 而且做了什么呢 他们也不知道那个 父亲现在解释说 通过凡歌 Krishna的灵魂 获得了国王的地位 凡歌是母亲和父亲 由此你们变成神人 这就是为什么 在海报上呈现了 Krishna并没有讲述凡歌 Krishna通过凡歌的知识 选了黄道瑜伽 然后他变成了那样 明天他将会再次成为Krishna 他们使用Krishna的名字 而不是师爸爸的名字 所以父亲解释说 在你自己内心里 使这一点很坚定 然后就没有一个人 会通过告诉你们 错误的事情 而使你们跌倒堕落 他们问很多的事情 没有罪恶这个世界 怎么会继续下去呢 这将如何发生呢 哦 但是你自己说的 那曾经是一个 毫无罪恶的世界 你们说 完全毫无罪恶 是吗 那 他又怎么能够 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呢 你们现在知道了 你们 即将从无限的父亲那里 得到无限的主权 所以为什么 你们不应该记着 这样一位父亲呢 这是一个不纯洁的世界 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人 去空巴梅拉 他们然后说 在那儿有一条河 是不为人所知的 那 一条河能够被隐藏吗 在这儿 在这儿也一样 他们做了一个高木 就是牧牛的罪 他们说 恒河在这儿留他 但是 恒河会继续他的河道 去到海洋 还是他会来到你们这儿 往山上来呢 在膜拜的道路上 有那么多的四处跌跌撞撞 知识 膜拜 然后 无兴趣 一种是有限的无兴趣 另一种是无限的 影视修行者 离开他们的家 然后去生活在一个丛林里 这儿不是这样 你们用你们的心智 放弃整个世界 你们黄道瑜伽者孩子们 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而且教 现在 并不好像是黄道瑜伽 能够在一个丛林里被教导 这是一所学校 分支从他中出现 你们孩子们正在学习黄道瑜伽 Burma Kumar和Kumaris 在和士爸爸学习 他们教每一个人 那一位士爸爸 不可能只是坐下来 而且教每一个人 所以这是PandaV政府 你们是在神的指引之下 在这儿 你们正坐在 如此的安宁当中 而外面有那么多的动荡和混乱 父亲说 捐赠五大罪恶 这些征兆就会被去掉 就会离开 变成我的 我将会实现你所有的心愿 变成我的 我将会实现你所有的心愿 你们孩子们知道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快乐之地了 这痛苦之地即将被点燃 有些孩子也有过毁灭的意象 现在只剩下一点时间了 所以如果你们变得忙于思念的朝圣 你们的罪恶将被赦免 你们也将获得很高的地位 给最甜蜜的 心爱的 民事已久 现在找到的孩子们 来自母亲 父亲 巴巴达达 爱 思念和早安 灵性的父亲 对灵性的孩子们说 Namaste 灵性的孩子 对灵性的父亲说 早安 Namaste 修行的要点第一 为了从父亲那里 赢得你们全部的继承财产 要活着死去 变得被收养 永远不要取消你的崇高的幸运福气 第二 不要通过听错误的事情 而培养出怀疑 不要允许你的信心 有丝毫的动摇 这痛苦之地即将被点燃 所以要让你心智的瑜伽 从中离开 Blessing 祝福 愿你处在 无限的退休境界 保持 沉浸在 孤独寂静和思念当中 依照 现在的时间 你们 全都接近 你们的退休境界了 那些在退休境界的人 永远不会用玩偶来玩游戏 玩娃娃的游戏 他们总是保持在孤独寂静和思念当中 你们所有处在无限的思念的境界当中的孩子们 呆在内卫的深处 也就是你们总是处在孤独寂静当中 而且除了指示记者那一位 你们变成了思念的化身 Baptada对所有的孩子们 只有一个纯洁的愿望 孩子们现在应该变得与父亲等同 而且总是保持 融在思念当中 变得等同 就是融合 这是退休境界的表现 Slogan口号 带着勇气迈一步 向前迈一步 父亲就会朝着你迈一千步来帮助你 带着勇气向前迈一步 父亲就会朝你迈上一千步来帮助你 带着勇气向前迈一步